马布里的必杀技来了 他就是上个赛季 效力于浙江队的小外援 兰兹伯格 根据篮球记者宋翔子爆料 兰兹伯格将近日前往中国 并将大概率加盟北控队 这次 他将与张帆尿三斤联手 将北控队的外线主任 就彻底扛起来 看来 北控队的几乎赛是绝对的本法 但是 马布里这次打击几乎赛的仰望 能够变现吗 下面带篮球帝一起来看看吧 而兰兹伯格这种小外援 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的清楚 毕竟 他在浙江队先后效力了两个赛季 就在上个赛季 他可是为浙江队贡献了 25.7分 5.3篮板 3.1助攻 1.3强断的场军成绩 大家可能觉得他的得分能力很一般 不过大家不要忘了 就在上个赛季 他的军场出战时间也仅为26.7分钟 从这里我们都能看出来 他的得分效率到底是有多强悍啊 就得分的这个点来说 兰兹伯格已经达到了联盟的顶级水准 不过 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除了他的三分球不太稳定之外 就是他在防守方面的表现 也没有大这预期 而这很有可能就是 刘维伟将他放弃的主要原因 但是 兰兹伯格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没准在半年多的休戴期内 他就已经重点加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训练 要知道 职业篮球可是他梦先唯一的魔红出入 如果他不将这个问题给完美解决的话 他很难受到其他C的E强坠的关注 可他这次既然被马布里给摘下了 那就证明他在这两个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而且 这也是兰兹伯格为自己再次证明的一个良机 虽然就综合实力来说 北空队与浙江队的差距过大 但在这里 他无意将会受到重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也将在北空队进一步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不过 除了他需要在三分球方面能够做出突破之外 就是在防守方面 也需要他拥有一个质的变化 要知道 如果小前锋防守不打地的话 那么他可就是真的不称职 就算他的得分再犀利 在防守就是一个黑洞 而且 就北空队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的确需要一名得分能力尤为触动的小外援 帮助他们将外线的优势给彻底的打开 相信大家也知道 目前的北空队是青年军主打 但他们在当前赛季的目标 可不仅仅是打进季后赛这么简单 他们的最终目标很有可能就是向着CP1联赛的前妻 发起进军 如果北空队是在上个赛季的话 他们的机会并不是很大 因为 上个赛季赛程的连贯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这个赛季完全不同 这个赛季拥有着数个修赛期 而且 修赛期的时间还都不短 可加价就是这个原因 也就让北空队迎来了补强的良机 因为 马布里可以针对各个阶段小段们所暴露出来的缺点 做出针对性极强的补强 这反而就会进一步提升北空队的整体实力 虽然蓝子波格的到来会占用到一部分的球权 但是他却可以将北空队的外线进攻给提升到极致 到时候 让他做好攻城拔地的攻城锤即可 至于防守 他们还拥有着于长洞 周宇晨与孙思瑶等球员的加持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 他们在防守端的实力并不弱 更何况 这次蓝子波格很有可能将在窗口期内就重点补异自己的短板 就像上文中所提到的 三分球与防守必然就是他加强的重点 如果北空队在他的加持下 能够顺利的挺进C比1连赛的前期 不仅他下一年的合同金额将会上涨一大截 他很有可能还会引起其他球队的关注 所以 蓝子波格在未来的比赛中一定会孤入一致 而且 这个赛季对于马布里来说尤为关键 就在上个赛季 他们可是跌出了季后赛 在当前这个赛季 马布里必然想一写前耻 可如果只是打进季后赛的话 那意思显然还差了点 如果他们能够冲返C比1连赛的前期 就完全不一样了 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蓝子波格一定能够站出来 帮助北空队解决他们在攻防冷占的短板 同时 还能进一步梳理好他们的外线进攻 同时让他们发挥出更加强劲的实力 就他对于北空队的重要性来说 他还真的就是马布里的杀手锏 对此 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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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么看呢